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主要在数据交换的时候 大规模的可能就是高级通信 比如说交互的信息量比较大 你比如说咱们转发动作 比如说微博看一个好消息 非常好 转发到微信 微信有消息非常好 转发到微博 这种转发来讲的话 它涉及到大的数据量 那么这是一种高级通信 那么对于高级通信 我们有一下的一二三 三种主要的通信方式 那么第一种是我们的共享存储 那么共享存储这一种一般是以什么 以单主 一个主机为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在主机里面有操作系统 这个活着是由操作系统来干 那么操作系统提供一个什么 共享的这样一个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在内存里面 那么在Windows里面大家都知道了 它叫什么 剪贴板 叫剪贴板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缓冲区共享出来 那么谁都可以用 微信可以复制以后 把相关的内容怎么样 复制到剪贴板里面 然后到微博里面我通过粘贴 怎么样 把剪贴板里面的 也就是说共享存储 存储区里面的内容 复制到微博里面 这又实现我们之间进程的通信 所以说这是一种什么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 那么我们主要跟他讲不常见的 Pipe 管道通信 那么这种通信呢 我们说在我们的Windows系统 Linux也都有 它是以Linux系统展开的 也就是说从Linux系统进行诞生的 那么管道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他首先呢 他设置一个管道 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共享的文件 那么以此叫做Pup文件 管道 管道 大家也想就是水管 对不对 也就是说一边进水一边出水 那么拿到我们操作系统呢 就是一边呢 把我们所需要共享的数据呢 写到这个管道里面 那么另一端呢 我们需要这些内容呢 从这个管道里边堵 所以说呢 这个共享文件呢 就提供发送进程 还有相关的接收进程 也就是说通过发动和接收这两种进程呢 来完成数据的共享 那么对于管道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 那么这种方式呢 需要注意它要引用什么 这样一个PV的操作 也就是说它管道相当于共享 对吧 我们说读者写写的问题 就在这儿呢 可以展示出来 我们在上节课呢 刚刚给大家提到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要注意 就是这个共享文件啊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些选择题 那么现在呢 有两种争议 那这个要大家说清楚 首先就是一种争议 这共享文件呢 它是属于什么呀 属于我们的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也就是它就是我们磁盘上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呀 说法 那么另外一种呢 说管道呢 管道呢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文件 它是一个逻辑的文件 它在什么呀 它在内存里面 那么我们从现成教材里边呢 我翻了好几本 就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汤老师 汤老师的书里边 没有提这个事情 但是考试里边呢 有的题目是一达问题 那么一种观点呢 是它 一种观点是它 那么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看过它的参考答案 那么是以这个为主 就是认为这个管道呢 它的文件呢 是一个逻辑上的虚拟文件 那么不是在实际的词盘上的文件 而是怎么样 而是在内存里面 开辟的一个区域 虽然也叫文件 但是它不是一个文件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因此呢 管道通信呢 就有我们互吃 同步啊 这个就是读嘴协制问题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多说了 最后一种就是消息传递 那么消息传递呢 我们说消息message 那么这种传递方式呢 大家天天在用 无时无刻不在用 微信 我们微信的进程 和你朋友的微信进程之间 进行交流的时候 那就通过消息通信 也就是说 你发一个什么样 信息 它会打成一个数据包 做一个报文的方式呢 发到什么样 对断的手机 对断的手机呢 收到之后呢 会解开这数据包 把内容呢 写在它的微信上面去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消息传递方式 消息传递方式呢 我们说 不仅仅是消息了 而且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文件的传输 文件的传输 那么也算是我们消息的一种 所以说呢 它广泛用于单击多级系统 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一标 也就是说这种呢 是现在用的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消息呢 一分为两种呢 一个直接又是间接 那么我们微信的通信呢 就是一个直接消息 我把消息直接给你 你把消息直接给我对吧 这是直接通信 那么间接通信是什么呢 大家一看信箱 对 那么在我的讲义里面呢 在最后一章 有我的一个联系邮箱 那么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听课的时候 说老师你这讲的不对 我要给你指出来 那么你就拍个照 对吧 把这个 或者接个屏 把这块内容呢勾出来 对吧 然后呢 发个邮件给我 那么大家一看 你把这个消息发给谁了呀 邮件服务器 对吧 我的邮箱呢 是163的 那么你发给了163的邮箱服务器 对吧 那么我呢 想知道这个事情呢 我也要通过什么 通过登陆163的服务器 去获取这个消息 那么这就叫做间接通信 所以要注意 直接和间接 那么间接通信和直接通信 有相应的实力 他们都采用相应的缘语呢 来进行实现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进入就是进程管理的 另外两个核心问题了 一个是调度问题 一个是自作问题 那么我们先处理这个 处理器的调度 处理器呢 就是我们的CPU 那有同学说处理道理 其实就是CPU 就是调度CPU 就是让CPU呢 来合理的选择 一个进程的进行执行 那么这样呢 首先给大家引读一下 作业的概念 那因为作业来讲的话呢 和进程呢 和程序啊 就作业程序和进程呢 它是有区别的 对吧 程序和进程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对吧 一个静态 一个动态 一个是死的 一个是活的 一个是什么呀 是程序的一次进行的实体 那么说作业是什么呢 这就比较古老的东西了 古老东西 其实也不是古老 现在还用到 那用在这个超算 比如说你一次呢 进行解题 或做一个事故的时候呢 又要很多计算机 来进行协作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你 不是单机版了 你可能是个分布式的 比如说它可以用 方方面面的内容呢 统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称之为作业 这作业来讲的话呢 首先你要给它写上 一个作业要干什么 它分为几个模块 每一块要产生出的数据 这个数据下一个模块怎么用 最后产生出一个什么结果 这东西要分批分析 深色的写好 写好之后呢 把这个作业呢 交给我们下超算 对吧 超级计算机 由它呢来完成 我们的这样一个计算 那么这叫做作业 这个作业呢 我们说 在早期的时候呢 普遍的形式 在现在呢 仅适用于这些高性能计算机 来进行计算的时候 那么这作业来讲的话 有收容运行 和完成三个阶段 也是收容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现在我有没有空 来让你来进行运行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内锤啊 磁盘啊等等 那么如果是有空间的话呢 允许运行 那么就开始运行 在运行的阶段呢 实际上就是 你的每一个模块 就变成一个个进程 那么进程呢 就开始运行了 那么进程运行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 有三个状态的吧 就序啊 阻塞啊 还有我们的执行 那么运行完之后呢 把结果输出 这叫完成 所以作业呢 是这样的概念 程序和进程 给大家说过了 对吧 因此呢 作业状态的转换呢 主要分为 就是从后备作业 然后呢 到什么 到运行 然后到完成 其中在运行阶段来讲的话呢 它有三态来进行转换 所以说我们整个呢 称为作业调度 那么中间这一块呢 我们称之为 进程调度 所以说作业调度呢 我们有的书里边 称为是高级调度 那么进程调度呢 是第一调度 因为高级调度的 它的范围呢 可能是以天为单位 那么第一调度呢 也就是说进程调度呢 它是应该 至少应该是 或者是微秒 毫秒为单位 采用这样的一个调度方式 那么有的 有的还提到 就是一个中级调度 中级调度就引入了什么呀 挂起个激活 挂起个激活 也就是说 在进程调度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去保留你的内容 所以说我要从内存里 把它放到外存 对吧 认为内存有空间 的时候 从外存到内存 所以这叫做中级调度 这些概念呢 实际上 不是非常的难以理解 那么我们看 调度的时机切换和过程 所以这个知识点呢 让我比较疑惑 就是到这边 大家讲的还内容 因为我们说 他来的数里边 大概没有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调度的时机 就是说什么时候调度 那么调度是什么呢 你看就是协调竞争 对CPU的竞争 也就是说 CPU一个 就续队里边有多个 那么多个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让人先运行的 让人先运行的问题 那么我在讲调度的时候呢 往往和什么 和我们超市购物呢 这个行为呢 结合起来 因为非常容易理解 而且呢 基本上是一个事情 因为说我们的收银员 我们收银员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CPU 他要为你服务嘛 对不对 那么作为你来讲的话 每个进程就是 排着队购物买东西的 那么调度实际上就指的 这么多这个顾客 那么你在听收银员的时候 你选哪一个 有同事说不对 这怎么选 不是排着队嘛 对不对 排着队去购物 去结账 这是一种方式 对不对 就是我们后面讲的 现在先服务 那么还有其他方式 对吧 那么进程调度的原则呢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CPU呢 别闲着 对吧 这个在超市一样 对不对 超市我雇人了 你雇人之后 收银员都在那里闲着 没事 我们说这超市可能快黄了 最终如果CPU CPU也说 我们超市的收银员 从早到晚都不闲着 如果这个超市就高兴了 对吧 就挣大钱了 那因此呢 对于我们CPU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希望它闲着 那么说调度的时机在哪呢 调度的时机在于 一个进程 结束的时候要调度 比如说 你刚服务完一个顾客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调度 对不对 选下一个顾客 对吧 另外 如果某个事件未完成 无法继续的时候 我们要调度 比如说 这个进程阻塞了 我们要调度 比如说 你服务下顾客 这顾客说不对 我少买了一样东西 对吧 他又走了 对吧 又去买东西去了 那么你这个就不能服务了 对吧 所以说 一种呢 是执行结束 一个是进入了阻塞 要进行调度 那么 另外呢 在特殊的 比如说在抢战式的 调度系统里面 那么优先机高的呢 会抢战 这时候呢 要引起进程的 这样一个调度 另外呢 还有时间片 我们说 给你三秒钟 你三秒钟结束了 对吧 我们说调度下一个人过来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都是我们 调度的一个时机 那么进程切换的过程 那我们还有概念 就是进程切换的过程 这过程怎么样子呢 我们通过图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主要就是个概念的问题 那么首先 我们说 这儿有一个什么 进程P0 这个有进程P1 那么 我们说 这是有操作系统 对吧 操作系统 那么 在开始的时候 只有一个CPU 你用CPU来讲的话呢 是P0呢 大家一看 开始执行 对吧 P0开始执行 那么P1呢 大家一看就在 挨到 挨到干啥呢 就是歇着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得不到CPU 那么就在就续 对面里边等着 那么说 当P0运行了 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它遇到了什么 中断 或者是性交用 比如说 它要去 瓷盘上 去打开一个文件 瓷盘上打开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在上节课 提到很多次 就是Apple Open 这样一系统要用 那么我们说 你要打开文件 这要很长时间 那么你不能让CPU 在这等着你打开文件 对吧 所以说呢 就进行进程的切换 这个切换的过程 实际是掉的过程 有时候把你从CPU上 进行剥离 然后呢 把一个另一个进程 就去对立里边 另一个进程 放到CPU里面去 因此我们说 首先呢 我们要 Sales data to PCB 0 你说怎么样 我要把P0这个进程 的当前的运行状态 要保存到 它的PCB里边 这边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在讲过 PCB里边有的东西 对吧 CPU的状态 就是逻辑CPU 逻辑CPU 那么它的寄存器 它的PC 对吧 然后它的相关的 这些数据 都要把它保存起来 另外呢 还有它打开的文件 对吧 占据的资源 那么这些 和它存活着 有关系的东西呢 都要保存到 PCB里边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时间的 CPU呢 要执行什么呀 若干条指令呢 才能把你的信息 保存起来 那么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说CPU就闲着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磁盘不闲着了 对吧 磁盘要花时间了 却把你的文件打开 那么说 哎 要进行调度了 那么从就绪堆的里边 看P1在这闲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把P1拿过来 调度过来 P1在开始执行 对吧 P1开始执行 那么P1在执行呢 执行了挺好 那么说 这时候 P0 这个System Call完成之后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 这个拿到了 对吧 拿到了我们说 从阻塞状态呢 变为就绪状态 比如说在这儿 这个时刻 对吧 由阻塞了 变为就绪 就在就绪里边 等着调度 它还需要CPU 对吧 这之后怎么样 我们的什么呀 我们的P1 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它要打开一个文件 要去读取 磁盘上的东西 所以说呢 它又经过一个 System Call怎么样的 C有PCB1 对吗 它又怎么样 进入阻塞状态 那么这时候 CPU一看 你这个PCB0呢 已经干完活了 就绪状态等着呢 所以说呢 再把PCB0 把它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就绪的状态 对里边取出来 把PCB0的 像那些逻辑CPU 刚刚你保存了这些 再放到什么呀 真实的CPU上 再进行运行 那么这就是我们什么 进程切换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进程切换的过程 那么核心呢 就是PCB 如果进程没有PCB 那就没法存活了 那么进行切换的时候 进行调度的时候 那么核心呢 全部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PCB 那么下面我看一下 调度的基本原则 那么调度的原则呢 其实它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面向用户 一个呢 是面向什么呀 面向这个调度者 也就是变向系统 那么我们说 首先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 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一个 公平性 公平性 那么这个公平性 讲的就是 像声音员 那么我们说 你在声音员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得讲到 一定的公平性 公平性 比如说你怎么样呢 就是不管买多少东西 多和少 你得这么 一起同仁 那么CPU也是这样的 那么CPU除了公平性之外 就是在公平性的前提下呢 它还考虑就是 利用率高 就CPU呢 不闲着 会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在交互式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 什么是交互式呢 交互式系统就像我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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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时系统 那么要缴中一个 想的时间 那么在 批处理系统里边呢 要缴中退出量 就是单位时间呢 你能完成多少个作业 所以这个呢 都是要进行考量的 但是最核心的 应该是第一条公平 然后第二条是CPU不闲着 那么面向用户来讲的话呢 怎么 就是周转时间短 想的时间快 那么这两个是 一个概念 对吧 也就是说 周转时间短 那么大家去结账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谁都想到怎么样了 你拿的东西最好就没有人 对吧 你直接过去 然后结账走人 那么这个周转时间呢 是要最短的 但是也不一定 对不对 排队等 这个大家在超市购物都遇到过 对吧 开始等 那么大家去的时候 都得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对少的 因为大家知道 对少的 然后呢 再找买东西少的 那么这样 你的周转时间呢 就会比较短 也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花比较少的时间走 所以周转时间呢 在我们操作系统里边呢 它等于什么呀 等于你等待的时间 你要等待什么 前面进程的运行 然后再加上 自己服务的时间 也就是说 因为你在结账的时候 你需要花时间 对吧 所以说 是由这两部分组成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要 响应时间快 和节制时间内保证 那么这个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 分时系统 还有我们的 试制系统 你节制时间嘛 试制系统 另外呢 还有考虑一些优先级 那么最主要呢 应该是 首先是 周转时间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 大部分超的系统 是要考虑的 因此呢 对于周转时间 我们呢 推出来 为了更好的计算呢 推出来两个 不同的计算的 这样一个 衡量值 一个叫算平均的 周转时间 一个就叫 代权的周转时间 那么平均周转时间 就是我们十个人 在用的CPU 我们把每个人的 周转时间 加起来 对吧 Sigma起来 然后出上N就完了 对吧 也就是我们超市结账 对吧 我们十个人结账 我们把每个人 每个人的 这样的周转时间 把它加起来 除以十 对吧 十个人 那么代权 什么意思 要注意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代权就是 就是你把你的周转时间 除上你的什么样 服务时间 那么这个笔值 称之为代权的周转时间 那么因此呢 得到每个作业的 每个进程的 每个用户的 代权周转时间之后呢 再求一个平均 对吧 就出了一个平均的 代权周转时间 这两个公司要记住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考调度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考 你给你这几个阵程的 平均周转时间是多少 代权周转时间是多少 那么他 告诉你这些时间的时候呢 往往不会告诉你公司 你放心 绝对不会告诉你公司 就是要 让你记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面向用户的 另外两个准则 就是 响应时间要快 这个主要是在交互式 交互式 那 在分析系统 那么还有接着时间呢 就是我们的失事系统 这个 另外我们说 从面向用户来讲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图里 可以看出来 周转时间短呢 我们说是 我们批处理系统 是要求的 那么 响应时间快呢 是我们非事系统要求的 接着时间呢 是我们的实时要求的 那么这里面呢 还要考虑 优先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也是比较棘手的 那么这是 面向用户的 一个基本的考量 那么再看面向系统 对于系统来讲的话呢 也说对于超市 运营方来讲 他们也不会考虑 你每个人结账的时间 他不考虑这个事 他考虑什么呀 考虑推动量 考虑推动量 也说他考虑怎么样呢 我单位时间内 我能让多少人都出去 结账结多少人 这是他关心的一个点 另外呢 他关心怎么样呢 收银员别闲着 这是我们CPU呢 一直忙着 忙着 另外还要考虑 这个平衡利用 也就是说 外存内存 Io设备呢 利用率上都比较高 也说你不能让处理机 CPU忙的不行 但是Io设备呢 在外面闲着 那么Io设备闲着 忙的不行 但是呢 这个CPU呢 在那闲着 我们说都不行 我们说这个呢 都不行 因此呢 在面向系统的原则呢 我们说主要就是一个推动量 就单位时间内呢 我们服务的人越多越好 我们完成的进程呢 越多越好 另外呢 就是利用率要高 那么对于进程调度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是抢 一种是飞抢 那么什么是抢呢 这种情况呢 就比较特殊 对吧 抢就是 我们结账的时候 对吧 你前面有人赢在结账 但是他买了购物车的东西 那么结完账呢 预估时间十分钟 那么你买一瓶矿泉水 对吧 你买一瓶矿泉水 而且怎么样呢 你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微信 对吧 扫个微信 扫个码就完 结账时间呢 预估在三十秒之内搞定 所以说呢 你就想插个对 对吧 你就可以前面 上一上 要不你先停一会 对不对 先让我 接下来这样走 因为我就急事 对吧 就急事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插队成功 那就是抢战 也就是说 当前作业在用的CPU 我们有一个作业 怎么样呢 它优先级比较高 对吧 它就可以把当前作业呢 直接从什么呀 从运形态 撸到就续对列 对呀 从运形态到就续对列 那么我们在上一课讲到过 说从运形态 执行态到就续对列 那我们说有一种方式 时间片 转 也说你的席片到了 时间片到了 那么你从什么 执行态 直接就到什么呀 就续对 那么我们说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要抢战 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在讲 在讲这三态的时候 三态的时候 那么具体名字 我不写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从它到它 那注意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时间片用完 第二种情况 抢战式调动 那么非抢战式 太容易理解了 非抢战式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来 对吧 对吧 那么你再有 不管你多着急的事情 对吧 你得等着前边的人 用完CPU 你才能用 对吧 你得等着这 十分钟截盘杖 你才能什么 再买你的瓶水 不管你多着急 实在就等不及 你把水放下走 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说这是什么样 非抢战 身后抢战式量的方式 对吧 对吧